土脸老师为了见到你 我真的很不容易 终于见到了 怎么不容易啊 需要过五关 斩六将 还要被各种审核 你斩了谁 我斩了好多选手 就是为了见你 然后在我的面试官当中 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问我 你为什么一定要见土脸老师 我说我喜欢土脸老师 天哪不能乱说 天哪为什么不能喜欢你 然后面试官说 你喜欢土脸老师什么呢 我喜欢土脸老师的个性 脾气 还有他敢直言 按照这个推理 推乱下去 面试官下一个问题 就应该是 为什么呢 但是他没怎么问 他问我 你敢吗 说实话我不敢 但是我想我足够大胆 所以 真的很不容易为了见你 我怎么感觉你是 向来砍人的 没有 他也特别的独特 作为一个女生大学期间 他唯一的最大梦想是 希望有没有一辆赛车 是 你要飙车 不是为了飙车 是单独喜欢 为什么呢 很少见女人喜欢车的 关于这个赛车 我要解释一下 我没有钱 所以就只能看着别人玩 我只能有看的份 却不能玩 你有照吗 我没有 但是我会学 我相信我有钱的话 第一件事就是 那你什么车不喜欢好 你喜欢赛车 对啊 因为刺激 刺激 对 你是个喜欢刺激的人 我喜欢 在大学当中 有什么刺激的事 说来听听 倒是有很多 特别惨的事情 刺激的事 很惨的事情 对 说来听听 我就喜欢听八卦 这里好多喜欢八卦的人 那我就讲一个 关于我手上的八这件事 好吧 这样我想大家都应该 我看看什么八 因为我做个美术老师 我除了要备课讲课 还要干点别的东西 比如说做地推 然后发传单 我还需要扫地 拖地 擦玻璃 擦瓷砖 有一天呢 是发传单 然后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 我发现真的是激情过后 场面一片狼藉 我看到这满地的纸 我就蛮心疼那些清洁工人 所以就开始剪 然后剪得还特别投入 后面就来了一位大姐 领了她的孩子 她这边手就打着电话 然后我的手正在剪 然后正好她的高跟鞋 就踩到了我这个手 她踩完之后呢 第一句话就是 哎呀 吓死我了 然后她还怨伤我了 因为我的手在剪传单 然后耽误她脚落地了 不是 你惨叫了没 我没叫 你这么能忍啊 所以说 高跟鞋都踩到手上了 你都没叫一声 我没叫 因为很短暂 就是一瞬间 然后呢 我当时踩完我之后呢 我感觉自己还蛮幸运的 还好踩的是左手 不是右手 因为右手是用来画画的 所以从这件事情 你所表达出来 说你身上的哪个特质呢 我比较能忍 能忍 我就是这样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她的情景资料 因为在大学期间 获得一些证书 这些所有的奖项 我都带了原文件 在网上应该也会查到 我们相信你 这是我做的毕业设计 第一个系列是浅色的 由于PVT只能展示三页 我的毕业设计一共是65页 所以我只能把它拼成一页 VI设计 对 VI设计 这是我的手绘 以及手工包装 一点点做的 花的时间蛮久的 大概也要一个月吧 你不像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女人 所以人的性格是很矛盾的 是我画画的时候 人性是复杂的 对 所以我画画的时候 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 你看看 但是我有喜欢我的人 是吗 是啊 那怎么没成呢 因为我不喜欢 不喜欢为什么要勉强自己 在座的有哪些是你 心目当中的模板 你认为最符合你心中的目标 这位雷我最近的 离你最近的这位 无佩是吧 没关系 你为什么喜欢他这样的 因为我上台的时候 所有的老板都蛮忙的 只有他大概看了我一两分钟 所以我只注意到他 谢谢 因为在刚才上来的时候 我觉得对于一个刚出校园的一个学生 应该要给予一些这样的温暖 无佩 无佩频道创始人 无佩频道 致力于新媒体传播 和高端玩车人群社群的运营 是汽车新媒体领域中的 最具代表性的品牌 因为当年 我也是在读大学的时候 就开始工作了 然后一开始出大学 就一步一步的 你经常用这种 寒情默默的眼光 给人温暖吗 你经常在一个人尴尬的时候 把它挽救于水火吗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 怎么说呢 对于这种 现在的这种玻璃心的90后 应该需要有一个 这样的大哥型的老板 哎呦 你看错人了 他说你玻璃心 我的心一点也不玻璃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开始去遇到 很惨淡的 很残酷的职业吧 那么今天你有没有异象的企业 因为现在全是新老板 你有没有过浏览过 他们的企业资料 我也发现了 大分都是新媒体 对 你对新媒体感兴趣吗 公众号 因为我是学设计的 我想这些公司应该需要我这 有没有异象企业 想去的 我只去欣赏我的人的地方 我只去欣赏我的人的地方 你别这吊着 我就是说你看了 他们的企业资料之后 你第一感觉 你最想去哪家企业 赛车 所以我觉得他那个选 吴老板特别 特别有眼光 因为他刚才不是说 他喜欢这个赛车吗 陈维宇 新榜总裁 新榜创设于2014年8月 作为中国目前唯一的 移动端全平台内容数据服务商 新榜 旨在打造内容创业服务平台 深度服务于内容创业者 提供数据咨询 广告营销 内容电商 版权经济 孵化加速 等新媒体解决方案 特别有眼光 因为他刚才不是说他喜欢赛车吗 咱们在座这12位里边 还刚好就有一位是跟赛车有关 就是咱们吴沛 是吧 对 其实我们也和车有关 你们还有一个谁来说 那个王沛 他是专门做汽车的 然后我们这边是叫商务范 邓维 商务范创始人 商务范 聚集百万家职场人士 倡导有品味的生活方式 关注新中产 衣食住行方方面面 打造有趣 有料 有范的内容 然后我们这边是叫商务范 我们是商务人士的生活方式 车也是占了很大比重 那做汽车这一块的话 国内做汽车媒体的 应该没人不知道我了 是这样 我们其实做汽车这一块呢 是非常专业的 所以说如果对汽车的话 应该是我们会相对 更对口一点点了 好吧 这是你的两家主选企业 那还是除了汽车之外 你还有第二个选择吗 季卫宁 深圳亮子云科技CEO 亮子云科技 一级移动社交家庭媒体 新媒体行业领军企业 旗下拥有多领域 全覆盖的微信公众号举阵 布局数量超过百个 内容订阅用户过亿 除了汽车之外 你还有第二个选择吗 设计类的 设计类 讲师类 都会考虑 某一个范围的呢 某一个范围 有关设计的所有范围 平面设计 因为我是主修平面设计的 那你今天来要求多少薪资 七千 你是今年毕业了吗 没有毕业 应届毕业生 但是那你只能按时鞋来算 因为没有拿毕业证 我们这只能按时鞋来算 你要求薪资多少钱一天 三百吧 三百 倒是不低哈 挺高的了 挺高的了 像他这个院校 应该适合的市场薪酬 是一天多少 一百五到两百吧 因为他是做社 学设计的 你愿不愿意接受专家的建议 把薪资调一下呀 愿意 调到多少 二百 好 二百 有没有地域的限制 最好是大连 其他地方也考虑 也考虑 来 第一轮选择 薪赫流 好 天生我有猜 职场考题 你偶然发现好友的男朋友 正在和另一个女孩 亲密的约会 你会怎么办 A 提醒好友 注意两人关系的异常 B 提醒男孩 你已经看到的情况 要对好友负责 C 左右为难 干脆对谁都不说 D 不告诉好友 只是提醒他 注意男朋友的情况 B 二B 之所以选二B 还是跟我的性格有关 我觉得提醒男孩 你已经看到的情况的话 我觉得这已经是我 能够做的最好的一个举动 如果他特别过分的话 我甚至会替我的好友 泼他满身都是水 因为我不能忍受这样的事情 你这么猛呢 我们试一下 看你怎么提醒他 好不好 比如说现在徐妍 就是那个相亲的女孩 他旁边有一个隐心梁 隐心梁就是你那个好友的男朋友 他们俩正在约会 你准备怎么提醒他 他们现在正在咖啡厅 隐心梁拿杯水 好了 结束了 拿水针泼 针泼 我绝对不会客气了 你都不分析一下 当时的状况你就这样 这不前提已经很明白了吗 对啊 好友呢 男友正和女孩亲密约会 他们俩都已经亲密约会了 我为什么还要听他 但是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呢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认错人了 我会觉得 这是什么情况 隐心梁 芯片厂CEO 国内领先的新媒体影视内容 出品发行平台 作为新媒体影视领域 首家登陆新翻版的平台型公司 一直专注于 为年轻人输出有价值的内容 我会觉得 这是什么情况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也觉得很奇怪 我会选C 我谁都不说 为什么 因为我之前曾经经历过一个一样的事情 然后当时我就做了和他一样的选择 我就选了B 我就赶紧跟他说 我已经看到了 你不要再这样了 我那个好朋友 我会告诉他的什么的 然后谁知道他回去 就告诉他的女朋友 因为他们相处的时间 比我认识他们要长 所以他们永远是统一战线的 就你不掺和 对 他们就说 你知道那个许颜总是在背后什么 不不不 最后这两个人都跟我绝交了 就是2016年的事情 所以我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情 我绝对不会掺和 绝不掺和了 那隐心良呢 你选哪个 我觉得 我可能也会选C吧 你也会选C 毕竟就是 首先我们没办法确定 人家两个到底是 在约会 还是就是 别人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情况 就很亲密了嘛 对 是的 很亲密了 一看那就不是你的真朋友 你也选C 看样子你 是 那个 其实樊少有一个事 我一直没告诉你 请问一下 这道题考的是什么 湘怡其实还是 偏行动派的这种职场人 但是呢 你稍微鲁莽了一点出事 另外一个情绪的稳定性 还是要把控一下 你选哪个 我觉得是我现在成熟了 选C 我以前做过D的事 我觉得是这样 你要看跟好朋友 好到什么程度的女朋友 如果是一般的好朋友 一般概念的 你必须选C 否则两个人 永远做不了朋友 就是人家很多事 不希望你知道 你不用显得什么都知道 对 然后如果是好到不行的女朋友 我觉得可以选D 但是也是要技巧的 因为她今天是来应聘设计 她还带来了一些作品 来 你的作品呢 让他们传阅就可以了 不用发到每个人手上 赶紧 好 因为为了节省时间 每一位老板 我大体了解了一下 根据各位老板的喜好 我有一些个人的手绘 然后想发给老板 希望各位老板喜欢 每一位老板拿到我的手绘 它里面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 每一张图都是我自己亲手画的 希望各位老板可以喜欢 因为这些手绘 可能在各位老板眼里 它只是一些涂鸦 但是我一直在用心的画 所以等一下老板看完 还是要还给我的 谢谢 来 对于这份独特的简历设计 大家有什么要评价 我想问一下 就是比如我拿到的这个是一个 画得乱七八糟的一个涂鸦 上面写了一个英文字母叫Life 因为我相信我们很多老板 是看不懂你的这个logo的 它的特点是什么 让你好好活着 别做Life 珍惜生命 我听湘怡的 对于我的设计 我做每一张设计 我想我应该是在不同的心境下 把它设计出来的 如果您问我 您的设计到底是哪一块最亮眼的话 我想说 这个设计设计出来之后呢 应该是最富有激情 也是最成熟稳重的 湘怡我给你一个建议 就是首先呢 这个是工业设计 王凯 凯说讲故事 创始人CEO 凯说讲故事 以呵护同心为使命 致力打造中国人的童年品牌 坚持每天一个故事 用声音滋养孩子的心 他设计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考虑你到底给谁设计 他的需求是什么 而不是我的心情怎么样 我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对吧 这是两回事 如果你搞一个完全纯粹的 一个艺术创作的话 你怎么高兴怎么来 但是当你面对客户的话 那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几乎所有做设计的到这来应聘 都面对一个自由创作 和命题作文的区别的问题 来解读一下 这三个红色是什么意思 三个红色就是 大概是代表 我三个愿望吧 第一个就是 好好的生活 第二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第三个就是活出自己的风采 就做好一件事 爱好一个人唱好一首歌呗 这意思呗 对吧 所以你所有的设计 你要解读给大家听啊 要不然的话大家不明白啊 好的 其实呢 我看过很多设计 我从你的设计作品里面 我看到一个 对整个细致把握 特别深入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所以我觉得 我可以看到你很多 很内心的东西 这个是我特别欣赏的 开恩你是想要它了 挺厉害的 接下来你们做好准备 第二轮选择去活类 还有六盏灯 我们来听一下 当推荐的持络 从一配开始 我这边是想给你一份 设计相关的工作 包括我们的一些 微信公众号等等的 一些电子平台的出品 第二个是你喜欢的 赛车方面的 一些赛车的设计 我这边是十点读书的 那十点读书 我们这边有两个岗位 可以推荐给你 林少 十点读书CEO 十点文化 拥有国内用户规模 最大的独立微信公众号 通过图文 音频 视频 图书 社群 等多种形态的原创内容产品 向用户创造 积极独立的价值观 与优雅美好的生活方式 并拥有广告 电商 知识付费 等多元化变现渠道 是国内领先的 文化自媒体品牌 十点读书 我们这边有两个岗位 可以推荐给你 一个是设计的工作 然后另外一个 是我们的课程工作 好 谢谢 许妍 我这边提设工的岗位 也很笼统 就叫新媒体平面设计师 那他做的工作是 一栋端的 所有平面内容的输出 以及我们还有一块 是服装印花的图案设计 原主 像一间听你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挺欣赏你的 我总结了你三个性格的优点 就是能忍 能吃苦 而且很善良 这三点特别的打动我 给到你的这个职位 就是平面设计总监助理 工作地点是在深圳 谢谢 王凯 我这边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我觉得你确实应该选择一个专项去工 而不是两个都可以 我给你的职位是平面设计师 为凯叔讲故事的每一个故事 都可以做你想象中的插画 季卫宁 我觉得你特别擅长学习 第二个呢 你对情感的这个把握度非常高 跟我们公司非常匹配 但是这里有很大的问题 你愿不愿意来深圳工作 好 我明白了 接下来考虑一下六盏灯 灭掉四盏 留下两盏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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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激烈啊 就是他的权利 不是 他刚才写250 我说你不能这么骂人 我问你 你对这样的薪酬满意吗 那个150好像低了一点 不符合你的要求 是啊 你要他加吗 你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 如果您不愿意加的话 下一轮我想 我应该会把你替换掉 这是最嚣张的加钱方式了 从来没听出我这样加钱 他就是威胁 他就是威胁 这就是实话 实话 我不想撒谎骗您 因为撒谎太累了 难不成你想听我说假话吗 那我会说 您给的钱实在是太低了 我实在是接受不了 你加不加 你先回答我 我不加 因为我加了 你也不现在会选择我 那我就特别想问 你们俩上来干嘛呢 对不对 对啊 那你把我写上来干嘛呢 因为所有的老板 好像没有一位是 分析我 评价我 总结我 然后这位老板 是唯一一个总结我 扎倒吧 不就因为他帅吗 啥呀 我怎么没听出 他的总结有多好啊 我倒觉得王凯的总结还不错 至少人家总结了 行吧行吧 好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关于这两家企业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好吧 倒是一个干爽的女生 来把另外实战灯亮起来 在这轮大家还有机会 如果还想要聘请这位女生 好相宜的 可以出更高的价格 但是每个人只能喊一口价 有没有薪资超过于251的 这会儿要是出更高的价格 他会认为更认可他了 280 280 第一次 有没有超过280的 好 把另外9盏灯弄灭了 来机会您说一下 为什么要加到280 我还是说 就是我们招聘过程中 是筛选 就是跟自己公司文化 特别接近的 那么我们的公司文化 就是要特别有张力 特别有成长性的 这种同学 就喜欢这种张扬的 对对对 我们特别喜欢这种 对 好吧 接下来你可以做出一个选择 是否愿意让纪卫宁 代替这两位当中的某一位 十秒 他用眼睛这样照着你 你的结果是 我愿意 代替 代替哪位 代替袁卓 为什么 是的 真是让我想 想把实话说到底 因为 因为那家 那个那位老板是深圳的 但是他却愿意 在这种情景下 还愿意加钱 去争夺这个位置 可见他是真的 看起来了 比如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真正欣赏你的老板 就是钱给够的老板 谁钱给的多 谁是最欣赏你的 我刚才总结的那三点 没有用 所以你诗人不明嘛 有请袁卓 黯然离场 这二胡也是 来有请纪卫宁 荣耀登场 来 把你的薪酬写上去 赶紧 这是典型的 钱财 拼过了颜值 二百八 这个时候 吴沛心里打鼓了 吴沛 你有什么 这个失败的感言 先发表一下吗 我觉得应该可能有戏 瞧你又笑得 那么暧昧的样子 你是看穿的这个女人 她只吃软不吃硬 那我们现在看她的选择了 好吧 好好想一下 做出最后的角色 十秒 无配频道 很好奇啊 为了开心啊 原来你是这样一个戏虐的女人 小心啊 我就是这样 无配 你小心一点 无配啊 再见 大家好 我叫李东青 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我看起来是一个温柔的小女人 但其实我是一个坚强的大女人 两年的媒体工作 锻炼了我的策划 推广能力 三年的自主创业经历 让我积累了运营管理的经验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希望寻求一份运营管理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好 初来老师 她是三位助教当中 唯一的一位跟我搭配的 如果要我来描述的话 她是三个人当中 唯一沉默的最多的一个 就不太说话 然后平时更多的是 在旁边这个提醒我 比如说 又有个小孩来学写福字了 这个脂肪在哪儿 什么什么什么 像个小秘书一样 这是我最满意的一个 你们的感受是不是这样 我们两个人说结果 确实是分数应该是相对最高的 我觉得沟通能力很强 很nice 对孩子很有耐心 任何的事情都非常的积极主动 可能也基于说 你有一些些幼儿的背景 我觉得也是有关的 是的 是的 你给我打个分杯 我们俩单独相说两个小时 我觉得分数最低的就是土老师 来来来就说说说说 没事说说 因为土老师在教那个福字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小朋友在等待 其实他们是不会的 他们不认识字 实际上孩子在写字的时候 他其实是在画画 就是他是拿着笔在去图 我是怕他那个铅笔字写得看不太清楚 对 土老师就是带着他们一笔一笔去练 然后后来我是看土老师在教另外一个孩子的时候 我让其他的小朋友 我们先来认识毛笔 就是这个毛呢 它是软的 我们先去触摸它 然后有一个触觉 然后再让他们体验到毛笔是要轻轻的落笔 不能很沉重的落笔 其次下来就是我们小朋友在写字的时候 会让他们先练一下横竖 后来土老师的教学就很顺利了 那我打多少分 土老师 6.5吧 不错 鼓掌 我喜欢你的直率啊 前面两个选手是什么呢 就该在的时候他不在 他不该在的时候他在 他是该在的时候在他不该在的时候你绝对看不到他 但需要的时候他就出现了 而且总是一种弱弱的声音传过来 是的 就很有同理心 是的 有眼力劲 很有眼力 就是眼里有活 我觉得呢 今天把他跟其他两位求助者放在一个平台比是不公平的 因为他本身学的就是有诗 这是不是跟他工作过两年有关系 我觉得是 我觉得我们今天不能排斥一点 对 那两个是应届毕业 我们不能把一个有幼教接下来的人和没有幼教经验的两个选手放在一起 他只是有创业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成分 对 但这样的一个女生啊 他的偶像是陈昊 他对陈昊有很多的总结 你说一下你迷他迷到什么地步 其实我喜欢陈总呢 是因为我觉得陈总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 表里不一的人 对 说来经理怎么表里不一 他表面上比较犀利吧 你像点评选手的时候 通常是比较严厉的 但其实我相信陈总的内心是 深处是非常柔软充满爱的 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做好教育 而且陈总的点评一针见血 非常能直接地帮助到选手 如果我是那个选手的话 我其实更愿意听到这样的意见 这样能帮助我自己成长 你这么迷陈昊 你老公没意见 他 他有他喜欢的吗 他也有 他喜欢谁 他喜欢神仙姐姐 他喜欢神仙姐姐 对 他们家关系结束吧 对 你有孩子吗 没有 还没孩子 怎么29还没孩子 暂时是没有这个打算 但是也期望中吧 好吧 来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情景资料 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中心的一个服务号 然后这个是通过我上一个媒体工作 然后我自己做的一个事情 像我们的两周年庆 我会可能一周一个小活动 最后一周来组成一个大活动 第二页是我们中心的一个展示 但是这张图片 我想说的是它的背后 就是我的团队 我自己亲手组建起来的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成长为一个管理者 下一页 谢谢 然后这个是我觉得我个人具备的一些能力 我通过这个节目 也学到了许多的知识 丰富了自己 也提高了自己个人的一些能力 是这样 好 今天来应聘的是运营管理 是的 你要求薪资多少 六千 六千 有地域限制吗 先 一定要是先 对 因为老公也在西安 是的 那西安这个选择范围就比较窄了 是的 好吧 是的 你自己这个自主创业的话 你做这个艺术培训中心 你已经一个月挣一万五了 这个培训中心不做得挺好吗 为什么不继续做呢 是这样的 首先呢 我自己的一个问题是 我自己需要一个个人成长 其次下来 我们这个行业 其实是一个大鱼吃小鱼 小鱼没虾米的一个 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行业 如果说哪一天一个巨头来了之后 可能我的中心就很难生存下去了 现在我挣一万五 可能未来 我可能就死掉了 你指的成长是什么 我的成长是 比如说我个人的一些学习 包括我的数据分析能力 财务能力 管理能力 这样的一个人 我想告诉你 陈昊自己也没有在大企业工作过 他一直就是创业 我不是说要到大企业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现在这开的挺好 你把它开大了我就完了吗 你创业很好 而且挣钱很多 我觉得现在我有两条路 一条路是我自己当一条大腿 一条是我棒一条大腿 像陈总的企业 像他进入先 开了那么多分校之后 其实他周边的一些 其他的补习学校 小型中型的 其实是很难生存的 因为不管是你拿到地方 师资 包括你这个体系 他重新建立起来 如果你要是进了 陈总的西安的学校的话 你也学不到集团的管理经验 他也就是那个学校 我觉得只要在那个体系里 应该是能学习到一些 不一样的 我顺着老叶这往下问 我们明年确实是 我们优胜派素养 里头有很大一块艺术产品 是的 我们会规模性地进入西安 我们价格上 可能跟你差不多 但是师资规模上 都比你好 对 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我想这是你具体的应对办法 那时候的话 我想就做一个小二美吧 就是服务一个区域里 然后我们所有的口碑 还有包括我们的教学 包括我们的服务环境 做到我们能做得最好 然后不断地去学习 然后把它不断地跟进 然后但是我可能不会太扩大 其实我之所以对你感兴趣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首先你现在是试运年龄 因为我也要考虑职场稳定性 这个我跟您说一下 就是这个试运这个事情 这是电视嘛 我妈也能看得见 然后我就说一句吧 我是反正我这近五年 是不打算要孩子了 刚才你说在期待中啊 是在期待中 对啊 那不是一个近五年啊 很总想说的是 你如果想要的话 尽量转要是这意思吧 对我倒觉得你要想要 对我来讲是个安全性 别等三十五岁以后 等高龄产妇了 对 听您的 那吕东青你是想来到陈昊那儿 是说掰你的团队 整个公司这个艺术中心都带过来 呃 那我就是单独去产生我的价值 去陈总的公司 还有一种的话 就是陈总说明年 优胜派会进入西安 那我们当然我们的团队 可以一起过去 也是没有问题的 哎 你这第二种不属于我们这个舞台上的 哦 sorry 你那是合作 那就第一种 只能是第一种 好的好的 第一轮选择去后来 天生我有台 直上测评题 结合自己说说对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这句话的理解 呃 结合我自己吧 就是我当初刚开始的时候 呃 实习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在一个呃 杂志社 后来是做到了执行主编 然后呢 刚开始实际上 我是以一个行政的身份 进入这个公司的 我想进入媒体工作 然后我就做了呃 大量的准备 然后我觉得 那行政是一个非常低的入口 所以我就进入了一家 这个杂志社 去做这个行政工作 然后呃 我经常要给他们的会议做记录 在记录的过程 我就会用我所积累的一些准备的经验 提出我对这个策划主题的想法 后来主编觉得我不错 啊 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有一些点子 然后就交给我一些编辑的工作 这样一步一步做到了执行主编 我觉得这可能是对这句话呃 比较好的诠释 谢谢 三位老师他回答的怎么样 中心的回答的非常好 实际上这个问题呢 问的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一个规划 其实这里面呢会有两点 第一点呢是呃 你自己规划 你要做到什么 呃第二点是你确实为这个计划 而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去做了一些积累 其实第三点就是呃 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具有管理潜力的人 非常适合去做运营管理 嗯 嗯 谢谢老师 好 专家的意见是他非常适合做运营管理啊 其实我特别看不出来你还会跳拉丁舞啊 跳了十几年啊 啊 对 啊 你跳一个我们看看行吗 真的要跳吗 你关一些 我这个衣服不太适合 你就随便来一下嘛 哎 我突然有个好主意 今天他们一直调侃我 说我和真华 对 我觉得他们俩真好装身 可以可以可以 就他俩 衣服和裤子穿错了 来吧 既然你们俩穿的一样 就你们俩上了 我们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 然后两位老板先跟我学一个基本动作 然后我们再拉 搭上手跳就很好看了 然后我们第一个动作是脚打开 脚打开 对 好 来一拜走 去 看那边 看镜头 很好 3 落根 3 落根不回腿 你就踩到那儿就可以了 好 走 恰恰 往 就这样一个动作 好 再来一次啊 打开一拜 准备 走 去 好 3 非常好 恰恰 往 OK 曾老师跟在我后面 然后您跟着我后面跳一下 好 打开手 打开脚 头抬起来 非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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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回到他求职的这个问题上来 刚才其实专家也给予了高度肯定 大家伙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呢 就我可能会有一个担心 就是这个逃不掉 就是因为你是确实处于优秀的 我一直在想一预 觉得我觉得你继续创业 你还会很赚钱啊 就这个在我心目中绕过去 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 都不一样吧 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还是想实现一些我的人生理想 虽然说这个理想有点大 我希望通过这个艺术教育 然后素质教育 能让我们更多的孩子 每天能开开心心的 然后快乐的长大 然后能让家长更多的去关注到 孩子的这个心理的健康 如果这个只靠我自己去把它赚钱 然后把一个店做大 我觉得是实现不了的 这个你说的不无道理啊 但其实我特别矛盾 我很少这样 因为毕竟你做的是同行业 对 所以其实因为我们对于同行业的管理者 是有敬业禁止的要求的 对吧 而且那个还是你创业开的 还不是说你在职 对吧 那就是你的企业 你怎么能够安心来呢 这个我觉得我一定会做到的 因为我有我自己的这个职业道德 然后如果说陈总 那比如说就很不幸 我们的选址的团队就在你们 校区旁边 那我肯定就把我的孩子 不 那你这样我们又不忍心啊 那我们 没有什么不忍心的 我觉得 你们俩有意思吗 因为我今天能站在这个舞台上 能说出来这样的话 我就会为我说出话负责任 我信你 第二轮选择许侯霖 直接进入谈前不善感情 请提供职位和薪酬 我给你的是我们优胜教育这个优胜派 这个项目的在西安的储备校长 薪酬就按六千给 但是如果你想往更高的职位走 我建议你到北京来培训一段时间 好的 你对这样的薪酬满意吗 满意 来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就未来这个 这个优胜派在西安这一块的发展 然后我在这一块的晋升通道是什么 那个首先我们对西安的这个艺术培训啊 包括素养教育的市场还比较了解 我们去了就是抢第一去的 也不想说排个前三 所以我们有这个信心 最后考虑十秒 做出你的决定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优胜教育 去吧